加萨走廊的战争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 每天炮火烟雾不断 当地的艺术家就在照片的烟雾上 画出了抱着小孩的妈妈 抛起儿子的爸爸 还有留着胡须的忧郁老人 每一件烟雾画作都代表当地人的苦难 希望加萨走廊的战火能够早日平息 小时候我们会指着云朵 形容它像是什么东西 但在巴勒斯坦 他们只能看见爆炸带来的尘埃 当地艺术家将尘埃描绘成各种图案 抱着小孩的妈妈 抛起儿子的爸爸 留着胡须的忧郁老人 把战火转化成当地居民 从这一段时间 我发现非常感激烈的 很多人的观众 和媒体和媒体 和媒体的讯息 即使是在乎人或是在乎人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女生可以 把电视运动 把电视运动和电视运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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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萨走廊的战火长达数个月 死伤人数已经超过上千人 巴勒斯坦艺术家比拉尔 在整理照片时 把小孩的轮廓跟烟雾合成 并上传到社群网站 想不到引起广大的回响 当地艺术家也纷纷 以烟雾作为创作主题 艺术家说这些作品 除了记录战争的忧郁 以及痛苦之外 更呈现出加萨的灵魂 以及被杀害的人民